相当惊险的车祸 首先来看到的是在云林 有一名23岁的驾驶 开着小货车出门去送菜 结果行进产业道路 与一辆砂石车对撞之后 结果是再撞翻一辆私人的富康巴士 那么其中23岁的小货车驾驶 伤势相当的严重 送医不治 而另外在台中有砂石车 切换车道的时候不小心 追撞到了前方的自小客车 左车尾 害得他是直接在台74线 转了将近一圈 差点就被后方另外两大车给追撞 白车开得好好的 突然旁边的砂石车 打了方向灯切出来 不慎追撞了他的左车尾 白车被顺势往前推 直接卷到砂石车前 车头打横绕圈圈 说时驰嫩是快后方 还有台大车也开过来 差一点就撞上去 变换车道向右时碰撞 行驶在外侧车道 只能驾驶的自小客 同样惊险画面发生在彰化 台61线快速道路203.2公里 行驶在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 不明原因与潮车相撞 车头几乎全毁 驾驶不幸身亡 而云林也发生砂石车车祸 砂石车驾驶受困车内 经销出动救援 车火现场 砂石车折成V字形 他行进云林次同乡和平路 与产业道路出来的小货车对撞 货车侧翻 还波及一台私人富康巴士 其中23岁的小货车驾驶 伤失最严重 送一不至 银鸡是不是 银鸡 银鸡啊 他好像说蛮有用了 其中自小货驾驶 急救后宣告不治 初步调查三名驾驶 均如酒驾行事 家属赶到现场又奔赴医院 不敢相信小货车驾驶 早上出门送菜 却发生意外 详细车祸原因 警方还要厘清 记者中部最后报道